哈囉 大家好 接下來這個議程是 由雨喬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AIML in 5G or RAM 那他是那個 他是台科大電子系的博士神 所以這邊有些他們實驗室做的 相關的研究的東西 會在他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一樣就是在我們30分鐘的結束之後 然後可以盡量把問題提出來 跟他討論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雨喬 謝謝 好 那大家好 那今天很開心來CostCover 來分享一下AIML in 5G or RAM這個議題 那介紹開始之前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叫莊雨喬 那我的專業領域是在於數據科學 像AIML還有Data的Analysis 還有通訊架構 還有軟體開發上面的 像微服務的設計 DIF OPS跟NL OPS 還有基礎建設 像Cloud Cloud Infrastructure 跟Edge Computing 然後最後是金融科技的Blockchain 那有上面就列一些專案 一些專案 那這個議程 主要的 Outline 是分成幾個 第一個是Introduction 在這邊會介紹一下說 利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介紹AI 5G的即時分析性 還有AI可以根據當時的環境 做出最佳化的決策 那再來是引導說 我們今天要做AI 首先要先定義問題 然後去期望它輸出是什麼 去決定它的學習方法 所以我們這邊會列一下 5G or RAM 大致上應用類型有哪些 那再來是要做AI 我們就必須了解工具 所以這邊會再介紹一下說 有哪些AI的工具可以被使用 在Background這邊會介紹 5G or RAM 還有AI的一些基本背景 那再來是Reality Wall這邊 因為我們做完AI 要佈在5G裡面 不會只是說你堅持 佈AI model這件事情 還會有一些 比如說你要給哪個組織使用 你要不要做資源管理 那這邊就會討論 那再來是我們MiLab 我們台客大這邊 MiLab 所做的AI platform 這邊會稍微demo一下 給大家加深印象 然後最後會做一個重結 好首先是Introduction 那我們本次報告的目的是 主要說我們要使用open source 去impriming這個AI-L 給5G or RAM做使用 所以就是AI-L 然後搭配5G領域 然後再搭配open source 好那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在過去 跟你的老闆 或是教授開會的時候 當你的網路不穩定 那你會很明顯感受到 你的網路變成遲鈍 那可是如果說在5G or RAM的架構下 我們會有一個RIC 它會即時的去分析 然後並偵測到這個狀況之後 可以透過AI去針對當時候的環境 去做一系列的調整 就比如說網路的設定啊 還有資源的分配這樣子 那這一系列的動作 基本上都在一瞬間去完成 所以你不會感覺到說 你在meeting的時候 會感受到卡頓 對 然後再來是 5G or RAM的應用類型 那 剛剛再重複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做AI 我們首先必須先知道說 5G or RAM裡面的問題是什麼 有哪些類型 那第一個是Network的Resource Management 就是說今天 我們能不能透過資料學習的方法 當今天有一個 第一個是Self Configuration 就是說 今天有一個基站 它想要加入到 我們目前現有的網路環境時 那這個基站我們要 以往來講 我們要必須人工的去設定 去fit這個網路環境 但我們能不能透過AI 根據當時候的情況去做出 最佳化的決策 那第二個是Autimization 就是說 今天當一個UE 當一個基站底下我所服務的設備 那 不多的時候 那我偵測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去調整說 把我這個 這個基站的 使用上面的效能把它降低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減少成本 然後可以減少效能 減能減碳 那再來是自我修復的部分 自我修復的部分 就是說 今天其中在蜂窩網路裡面 其中一個基站突然掛掉了 那 其他的基站 偵測到這件事情時 SNO可能會跟他說 那 我們來負責幫他做流量的導流 幫他繼續做服務 這樣使用者就不會感受到卡頓 並且在同時 這個基站會做自我修復 然後再來是 網路的服務品質 那網路服務品質是 因為5G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可以即時的去分析這個 我們使用者 或者是說這個device 或是其他有需求 分析說 那你現在在使用哪一個application 那我今天要對你調的QOS 或是一些網路的量 要為多少 我們就可以達到客製化 比如說你現在高 那我就針對你射程高 當你遍地的時候 我就把你射程變低 這樣我們也可以減少效能的損失 那再來是guarantee的network 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有 救護車經過時 我們要優先服務這個救護車 就是說 他在這個集群裡面 那我們必須把他的優先權調到最高 這樣就可以避免什麼 這些緊急 緊急實況的東西不會Lost掉 那再來是第三個 是我們網路傳輸的安全性 那因為在5G環境裡面 那開始就是有這麼大量的資料 開始灌進來之後 那相對的我們那個資安 就問題就會跑出來嘛 那 我們可以透過即時性的分析說 你這個pailout裡面 說不定有潛在的危險 網路危機 那可能會導致後面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就偵測到之後 我們就可以立即去做pailation 那右手邊的話 是目前5G他們 可以用的場域 像工廠啊 market 然後還可以做一些greets 然後做一些其他的應用場景 所以左邊這邊是5G的應用 那右邊的話是我們的場景 所以其實可以去思考是說 今天我在這個場域裡面 我focus的是什麼 因為我不一定說 我今天真的很在意安全性 所以我優先是要做哪一件 哪一種類型的應用 那剛剛講了做AI第一好問題 剛介紹完的類型之後 我們就可以決定我們學習方式 那學習方式我們後面被光輝講 那這邊講的就是說 今天我要imprime AI的時候 我有哪些工具可以去做 那以上就是雲服務商提供出來 像Amazon Google跟Azure這邊 那第一個是machine lending的platform 這邊主要提供的是all-in-one的solution 那什麼是all-in-one 就是說我可以從我的資料前處理 到datatransform 然後再到我們的popline訓練 我們都可以在上面去做完成 那我們訓練好之後 可以去做它的效能追蹤 然後deploy之後 它的那個inference的結果 又可以回傳 我們可以在自己去寫一個程式 去做再訓練 會在這邊去做完成 那第二個是present model service 它最主要是想要減少 開發模型上面的成本 為什麼 是就像是你今天要判斷一個貓咪 那它已經訓練完模型 如果對AI有基本理解的話 就是像什麼image net 它已經幫你判好了 你就不用再判 但是如果說 你今天有特別資料 不在這個資料集裡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對它做fight tune 就是這個服務 那再來是automatic的 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 那這邊提供的就是說 我可以提供 自動化的去譬如說調餐 選模型 這種就是比較繁瑣 在做AI就知道了 那這邊就會提供這個服務 那我們可以去使用它 那第四個服務是data labeling service 剛剛有提了 學習的方法其中一種 是所謂的監督式學習 就是說我必須人要先去 跟我們的機器講說 它是怎樣的類型嘛 讓機器去好去從那個dataset去找出 對應的特徵出來 那這就是focus在那個監督式學習 因為label label過多之後很複雜 所以他們就提供這個服務 背後其實也是人在雷的 對 那以上介紹這邊就是 第一個是講5G的即時性分析 然後再來是AI 可以去做當時候的情況最佳的 最佳決策 那再來是介紹說 要做AI 那我們必須先定義問題 所以有介紹到5G ORAN的application的類型 然後再來是 要做AI 那我們會用使用到的工具類型有哪些 然後再來是background 首先那5G ORAN的目標是這樣 它想要解決是壟斷的問題 還有想要加速創新 還有我們這個network的resource 還有torp是可以跟著我們的 我們的需求去隨時去做更改的 然後再來是它要降低是設備 降低成本 因為以前那個設備太貴了 然後再來是real-time的optimization 那它所對應到的策略就是這樣 第一個是我們的開放式介面 我們那個開放介面 有開放式介面之後我的互操作性就可以 就我 廠商只要follow這個規則 那都可以join到這個orane裡面來 那再來是我們的彈性 彈性是這樣 SDN是將我們的control pane 跟我們的user pane 都把它分離開來 那同意有一個介面去做管理 那5G在原本基站 它們都是硬體情況之下 那我可以將我這個network function 把它做成虛擬化的形式 就可以再掛上SDN去做基底控管 所以這個彈性會提高 那再來第三個策略是說 我們今天可以去增加 我們那個 提供商這個夥伴 我們就可以利用市場機制 去把我們那個cost把它往下降 那第四個是 智能網路的管理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達到 我們real-time的optimization 然後這邊稍微比較一下 就是4G跟5G的 一些feature的差別 那第一個是 open interface 在4G這邊是比較少 就是基本上 因為還是由這幾間公司去on的 那5G這邊是高度的開放 所以它們有沒有去看 它官網它有開出 一系列的那個document 可以去看一下它怎麼定義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虛擬化技術 還有雲端化 那再來4G RAM那邊也是有限的 那在5G這邊 基本上要密集的 就像我剛講的 要把neural function 把它就是想像成 它就是一個container這樣的感覺 然後之後 如果你變成這個 我們就可以在什麼 雲計算的平台上面去 imprint gippoint 所以就是 oCloud跟Cloud RAM 那再來是 neural function的 分離 那在過去 因為它是BBU 那要把它拆開其實是相對關的 那現在的話就是 我們要高度的把它切開 模組化 因為有體能 就像你今天使用Docker 那我們就要這樣 做scalable 所以 這邊就把它做什麼模組化 然後再來是 Rick這個角色 Ram Intigent Controller 就是說4G RAM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那剛剛有提到它是 即時性的去把資料抽出來 去做處理 好 那我們任務 在這邊任務就有分的兩種 即時性跟非即時性 就在5G這邊 所以一個叫near real time rig 一個是non real time rig 所以今天在做 我們那個資 資源的排序啊 那個比較不緊急 我們就會在non real time rig去做 如果是比較像你要掃描Paddle那些 我們都會在near real time rig這邊去做 那再來是smo的部分 那smo的 在過去是比較沒那麼彈性 對你要很難去 不好改它 那再來這邊 5G要論它 因為 你們知道就是 大家都變軟體化之後 我們就很好的去控制它 去對它做調整 那再來是ail這邊是 在5G裡面這邊是要深度的去 把它牽進去到裡面 所以就可能有人提說什麼 Ainative Ainative這樣 整套的全部都是ai AI的feature做出來的 好 比較完4G跟5G之後 就簡單講一下就是component 因為我們要 大家要了解一下裡面有什麼 我們才能去做東西 那右手邊第一個是oCloud oCloud有沒有把它想來 它就是雲計算的平台 即是計算的地方 對 那再來是smo 那smo的目的是為了管控這個 我們的nevo function nevo function 然後把資料收上來 然後去針對它去做一些 支援排程啊之類的 所以nevo function是誰 就是我們的cu跟du 還有ru 那RIC要做什麼 RIC就是說 我要改善原本RIC裡面 這種傳統演算法 那我要透過智能化的方式 然後去把它替代掉 所以RIC會連到誰 就是cu跟du這個部分 ok所以用上這邊圖的話 就是說 我建議UV 我可以傳輸無線的訊號 然後傳給ru ru接收完之後丟給du 做一些網路的協議的處理 然後丟給cu cu看說 你這可能是QS級 那我要給核網的哪一個 哪一個部分 對 或者是說 我建議要評斷說 這個UE要不要hand over 這也是會在cu那邊做判斷 好 那講完了組件 組件 他們就會溝通 溝通就會有橋樑 所以就會有interface出現 那凡溝通必有目的 那因為時間問題這邊太多 就不依細講 那下面有附著 他們的那個官網 可以去上面去看 那我就大概念過去一下 就是說 有O2 O1 A1 E2 Y1 然後F1 XNG 這種 這種介面名稱 不過還是要了解一下說 這個介面的目的是什麼 要這樣思考比較好 好 那再來是 AIL的部分 那首先 AI它是一個概念 它的概念的定義是說 今天機器 或是系統能不能 模仿人類的行為 去解決一個複雜的問題 從中並且去改善 去反省 那延伸出來的方法 叫Machine Learning 它的定義是 由資料去 從資料裡面去做訓練 然後給環境去做推論 然後獲得一個結果 那其中 剛剛講的方法 那再來是演算法 就是說 它裡面其實還能講演算法 就是說 基於傳統理論 出來的機器學習 跟一種是模仿人類 人腦出來的演算法 叫Deeper Learning 好 剛剛有 再回顧一下 就首先做AI 第一問題 期望輸出 期望輸出完 選擇你的學習方法 所以這學習方法有三種 第二是監督式學習 監督學者就是說 我們必須先跟機器說 你這筆資料的 實際意義是什麼 讓機器從中去回推 那Feature應該要是什麼 所以它適合拿來做什麼 分類跟Regression 那第二個是 Un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說 我不跟機器講是什麼 然後我可以從我們的Data中 去找它的結構 還有它的Pattern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那個Clustering 然後從Clustering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Feature 它是不重要的 那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降微 有沒有聽過什麼PCA 也是這種感覺 然後再來是 增強式學習 增強式學習 就是說 今天我把一個機器人 丟進去代替我這個人類 在這個環境裡面去做行動 那我看到他做行動之後 我說你做對我給你獎勵 這樣反覆的來回 做一系列的操作之後 這其實就變成一個決策 對不對 最佳化的決策 那適合用在哪 像GAMP跟Robotix 所以你可以聽到說 有人說 在5G array裡面做應用 蠻常會用到這種 增強式學習 對這個是可以去研究一下的 那以上 背景就回顧一下 我們有介紹5G的 Component Interface 4-5G的差別 然後還有它的特性 然後到AI這邊來 它的定義跟它的學習方法 有哪一些 OK 再來Relative work 那我們今天要如何的去把這個 AI做進去到這個5G裡面 首先就是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架了5G 我們的那個 Data rate就會上來 還有它的Scope就會廣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 建立一個Big Data的architecture 去做 那當你把資料這樣 資料拉進來之後 我們一定要進行管理 因為我們絕對不可能 只服務一個人 我們一定是服務很多個人 然後可能是組織 然後可能是公司之類的 所以我們中間會在自己去 建立跟設計這個 Business Operation的 Platform 那再來是 我們今天 要做AI 那大家做個AI都是在自己 電腦上面跑 或是在那個Collab上面跑 那這邊的話就是提供一個 我確定我這個AI的流程可以 那我直接跟這個Model Training Platform說 你就照這個做 你幫我勸 就很像是 那個變成一個工廠 去生產這個AI AI的Model 好那 Big Data Architecture 這邊先講就是 因為其實上面東西 就像NinFly好了 你可以把它 拿來做蒐集 也可以 所以這邊就大致上列一下 像 主要目的啊 有5個 那個 資料蒐集 還有資料蒐集 我們這邊目前是採用Covcar 那在我們的 浴廚儀這邊 有NinFly Spot跟Flink 還有Storage這邊 Hadoop跟Cosandra 那分析的部分就是 用那個 一代設計Search 然後 顯示的話就用Gibana 其實都可以啦 這個選擇其實很多啊 這 稍微列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但最主要就是這5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有設計的一個 Business Operation 所以像這個部分就要根據你們的需求啊 業務需求 或者是你們怎麼設計 怎麼想的 去做 那不過基本上也是用DevOps 那個 Deployment 跟你的Operation 就從Pan 跟Code Pan這邊就是你的APM 等下Schema這邊 然後Pan Code Build Test Release Depoit 跟Operate 就是一整套的 那我們這邊目前前端是用Re-A 那有用NAS JS Re-A 然後後端用Jungle 那 因為需求啦 那GRP關係 我們有一些部分會改成 Golan 對 然後後面會用Postgres 又會管那個Relationship 就是那種關鍵式資料庫 那目前這個平台的主要業務架構 是分成4個部分 是User的Management 跟File的Management 還有User的Interface Management 還有我們的認證 認證機制 那接下來是Model Training Platform 這個部分是M Ops 那一樣再強調一下 做AI 第一個一定要定義你的問題 一定要定義你的問題 問題才能選擇你的學習方法 學習方法在看你要採用什麼 什麼工具 所以這Pan 指的就是這件事情 先分析問題Plan Plan完找你的Data Data Source 就不要從Data Source去找 你能做什麼AI 對不對 是要先定義你的問題 好再來是做Model Training Training Build Build完做Test 確定OK沒問題 之後我們會把Inference的環境 跟它包在一起 就Packaging 那我們就再Deploy到我們的限時環境 準備去做什麼Predit 之後我們可以針對Predit 然後去做Performance的Monitor 就把它再傳回來 可以再自己設一個retrain的機制 那如果的部分平台 我們是用Kubernetes 因為基本上其實現在這個東西 都跟Kubernetes跑不掉 那個Micro Service 都是這樣的 然後上面去建Kubernetes 然後上面跑K-Servin 對 所以它我們目前分成三個part 就是Model的Priple Training Experimentation 然後我們分三是模型的資源管理 還有模型的訓練管理 還有監控 好那接下來是我們這個 我們實驗室 目前有做的AIL的Platform 的一個簡單小demo 那這邊先講一下 它分成三個步驟 那第一個的話 就我們有分成訓練步驟 那POPLINE 那第一個是 我們先準備原始的資料集 跟兩個POPLINE 那POPLINE 分別為資料前處理 跟另一個是資料的訓練 兩種 那第二個步驟是 我今天要run這個Data的 Processing POPLINE 就是將我的原本的原始資料集 全是奉承 Model可以訓練的資料集 那第三個就是 跑我們的Chain的POPLINE 之後就會產生出了Model 那這邊就是原始資料集 我們有在上面的 那這邊會去上傳我們這個 POPLINE POPLINE的檔案 然後上傳POPLINE 就會到我們的這個 我們Business Operation裡面 然後之後就會去建立Task 去執行這個POPLINE 然後這邊就是資料前處理 然後就是 像這個Task Status就是 看後端的情況 執行的情況 那處理完畢之後 我們的資料 我們背後的那個 網路詞碟裡面 就會有這個 Transform完的資料 然後可以準備做訓練 那這邊上傳是 Training的POPLINE 這個檔案 上傳之後就一樣 鍵Task 讓它去執行 OK 它這邊正在Train 讓它跑一下 它這邊跑很快 這是其實簡單的小模型而已 OK 好 訓練完之後 我們是佈在那個 Near Realtime RIC裡面 那你這邊是直接去騎一個簡單打殼 去跟Near Realtime裡面的這些 Compone去做服務 然後這邊 我們跑的資料集是 那個無輪機的資料 然後是Predit下一點的位置 我們這裡就可以做到 即時性的推論 好 那demo影片就這樣 好 那最後做這個報告的總結 那我們這個報告主要有談論到說 你今天要做AIL in 5G or RAM 你必須先了解 5G or RAM的特性 5G or RAM有哪些應用類型 那這些應用類型 要怎麼去改善 你必須要 你要套用什麼AI的概念 在裡面 然後之後去選擇 你要採用怎樣的AI的工具 然後再做整合 因為到時候你步進去 絕對不會是你一個人 你要以怎樣的出發點去思考說 比如說我今天是跟法人合作 那我就必須設計 那個Business Operation 所以這個 你要考驗到軟體設計的功力 更規劃了 然後再來是挑戰的部分 其實剛剛有一個bug 就是說 我要即時性的分析這個東西 這個有資安問題 有那個隱私權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也要去看一下 這部分怎麼討論 像GTBR、LGTB、PIPDA 這邊這幾個要去follow一下 如果有想要研究的 然後再來是AI Model的Security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 你今天身體接了那個 心電訊號 我可以打幾個波進去 就知道你身體狀況的那種感覺 上這個就會去看那個 OWASP這個Foundation 它上面有提到一些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通用加速程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雲端計算平台 但是因為我們目標是要把 CU跟DU的一些Operation 原本那個硬體加速 我們要把它拉到軟體來 可是硬體拉到軟體來 要在雲端計算架構上面跑 這個也要怎麼做 對這個要思考一下 OK 好那謝謝聆聽 那我的報告是這樣 謝謝 謝謝 主要問 請問 G,Node,B,傳到 Kafka 其實這要分就是說 因為Operal其實是在GNB旁邊 它其實應該說看你是CU直接打進去 還是說你是從DU直接打進去 如果你今天做成軟體的話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規劃 我們目前在做這個系統 是我們規劃是說 我們先不要把它塞進去到 near real time裡面 就RIC環境裡面 因為畢竟你會讓這個deploy的環境 變成絆腳石 因為你還要先去了解 他們OSD那邊怎麼開發的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它隔離開來 先介由開 到時候再做整合 對 那資料的部分就是看DU那邊可以有什麼資料 CU有什麼資料 對 所以才說要從應用 應用那邊 應用類型回去看說 他到底是吃了哪些資料 散傳代言端 如果你今天是用All Cloud的話 其實是在旁邊 看你有沒有經過 Internet 對對對 所以這就其實有點像Edge Computing 我那個提Cloud Service其實是說 應該說如果你今天不緊急 不緊急 你這邊沒有即時推論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傳到 Internet上面 像雲端 那個GCP這些的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 有 那個時間性問題你就佈在那個 GMP旁邊 對對對就取決你的環境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們內部啊 這邊是有差列的 對不對 這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 OK OK 對加勢來源是我們跟法輪合作的 對 對加勢來源是我們跟法輪合作的 對 然後他們那邊是 想說能不能做一個簡單的 POC 看我們真的亂不亂得起來 對我們就拿一個 非常簡單 就大概幾十筆 這樣稍微讓它能夠跑起來的 對 其實剛剛後來你的推論 嗯 推論你會決定推到 你推論 欸其實 說真的因為那個算是你推論 但準不準那是一回事 所以才要回推到說 問題的定義是什麼 像因為 其實像無人機這個東西 它比較算是狀態改變 但我們剛那個模型跑的是 Regression 對對對 對理論上 理想上是這樣子 對所以在做AI的時候 也有很多問題要討論 對 嗯 怎麼樣 而這個部分的話就要說 就剛講的 要分類了 你今天如果推論端很急 就應該這邊 其實還有一個概念 你要如何控制 控制那個 推論的時間 這是一個議題 這是一個議題 因為你 因為像現在這種 這種 講這種concept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種 實際感 當你實際在佈的時候 你搭這家罐上來 你不可能只有 不可能都只有一個服務 你要如何一直維持 這個推論速度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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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 對 要看雲端平台沒有資源 就像最後一點講的就是 你那個通用型的 加速Layer 這個要看之後怎麼生 比如說DBTK軟體的加速 對或是其他什麼 從Kernel層去改善的 Kernel要跟雲平台去溝通 這個也是大大的問題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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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 我們這邊其實是有 原本應該是說 有做 因為我們是有套那個Framwork 但是他那個Framwork 是說他要跟 他那個環境裡面去做溝通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要把我們自己做的東西 拉到裡面去做 測試 這個會增加我們開發的難度 所以我們目前是 兩個都有做 就 一邊是做平行開發 一邊是邊測試說 他們現在release出來那個Framwork 我們要怎麼做使用 有有有 有有 就是 其實剛剛那個環境就是在 那個near real time裡面去做的 有follow他那個Framwork 對不對 還有問題嗎 好 那 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